要不要這樣 你點名我就講話 不點名我就算 林主持人 吳教授 我今天非常高興聽到這個 吳教授的這個分析 我跟他有一個同樣的想法 我覺得 抱歉啊 我現在很多同學曉得我講 我說這一代的台灣人 怎麼在法座絕生的事情 我這句話講了很多人很生氣 可是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我學土地經濟和水資源經濟 台灣過去的糧食是 張念田先生專門做糧食 在全世界去報告 可是當然農委會慢慢在變調 變調就是第一個 他倒米的那個沒有了 就是報告倒米的這件事情 當然我今天聽了 這個宏教授的這個分析呢 他是有心人做分析 但是有的東西 我還是要稍微提醒大家注意的 就是第一個 比如很多 第一個 什麼是糧食 對 我們現在確定什麼是糧食 那今天大家吃得非常好 比如剛才說到農委會說了 要把糧食 比如肉類要減半 以至於那個就進不來了 我很早就告訴過同學 我們進五百萬噸的雜糧 是用了美國一百萬噸的土地 台灣自己的農地面積多少 九十萬公斤 我們用了美國一百萬公斤的土地 進口這裡包括水 包括水 那當然我一直跟我的指導教授 一直在討論 比如台灣這裡的米價這麼貴 美國的農民為什麼要輸出玉米 而不輸出米給台灣 結果他告訴我說 你曉不曉得 Cancer City Cancer是那一代的玉米袋 開始種台灣吃的米 幹嘛 我們只吃加州的米 可是他們種的就是加州的米 加州的米只夠中國人 所以在美國的中國人吃 整個的美國玉米在亞洲米出來的時候 他說沒有理由我要給你玉米 那麼這個是一個警惕 那麼我再想另外一個呢 就是最近有人一直在搞得到 這個是第一個大家要了解 就是我們今天的糧食不一定是不會 蔬菜、水果 這是我們現在非常強的項目 吃水果餐、吃蔬菜 現在都是健康的 所以我常常現在在跟農學裡的老師討論 就是養豬業、養雞業的危機 他們一直跟我變 我說今天大家能吃到雞腿 是因為進口五百萬噸 假如大陸那邊出一倍的價錢向美國買 美國是債商延賞 它全給大陸 台灣就沒有意義 我們就要用經濟壓力來 很簡單 美國非常高興 台灣一直很穩定的買 可是大陸上呢 曾經讓他們三溫暖過 那三溫暖過是 我指導教授他做了一篇論文 美國的農民為美國農部 我們該怎麼辦 美國說我們只好跟大陸去商量 他每人縮一個口袋 就可以少掉三千萬噸的雜糧進口 再縮緊了口袋 六千萬噸到市場上來 把美國都打烤 那美國經過這種 像都小的 最後只好跟大陸妥協 你老兄不要給我搞這種 這種貿易 吃不消的 吃不消的 但是我們現在要想到一個事情就是說 我們大家要少吃肉 剛才您說到要吃魚 可是吃魚又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抽地下水抽的台水 那好 大家要吃海魚 所以台灣的漁業發展 就慢慢的變成海水養殖 海水養殖我們這下就希望來了 那因為海水旁邊都是 可是工業污染 污染的水 結果海水養殖成了問題 這是要考慮的 那最近我又看到有人在提議 說要種小麥 15年前台灣本來台中內 中國小麥 後來為什麼消失呢 它會影響第一期水稻的產量 種一次水稻 它消耗的力量非常厲害 把我們的第一期水稻產量 降低了之後 那我們受不了 這是台灣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這個不能 那麼為什麼台灣不種玉米 就是當時台灣這個 張彥邱先生回來要種玉米 為什麼台灣不種玉米 當年我們的台糖出售糖 是主要的外匯賺取者 玉米跟甘蔗 由鹿菌幣是空通的 那假如把我們糖液打垮我們就完了 所以那個時候不能種玉米 好現在我們在想方法種玉米 我得罪了農委會 因為在禁建會的時候 我做諮詢委員的時候 農委會催說是台灣的玉米 可以一公斤總十噸 那郭婉榮先生就問我 我現在您說要看幾噸 我說我大概三噸到四噸 那大家要想到一件事情 我們四年所種出來是十噸不錯的 可是你叫農民種台灣農民幾個種玉米 誰會把水稻田種玉米 一定是用比較差的土地種的 到最後是三噸到四噸 所以想要把台灣的土地來種玉米 好像是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 那這個是現在我這次就講到這些 那譬如說你有沒有人說講到那個甘蔗 現在我們甘蔗也滑不來 因為它是一年半的生長期 所以我們現在糖是進口 台灣是非常危險的 就是我們甘蔗也種不出來 為什麼 六十年來台灣的甘蔗只有在 一開頭的時候用非洲引進的品種來 叫NCO310 用到現在 台灣再也沒有找到一種好的品種 能期待NCO310 到現在沒有 找不到 那這個找不到 所以台灣的糖就一直維持那個NCO310 而我對台灣的農業是訓練和觀察下降 因為我過去這幾年都是上山下海 看山坡地和海浮地 海浮地慢慢的沒有希望 因為自然氛圈量太大 我們海浮地開發好一次颱風 一次大的水災 就把它整個毀掉 那山坡地 我大概在十年前就開始告訴大家 自山防災保田 自山防災保田 這個要連起來 山陽中心要連起來 不過最近我們的防災重心 慢慢開始在注意這些事情 那麼所以講到台灣的糧食來講 剛才因為我聽了彭教授的這個 之後我就要再去想一想 台灣真正來講 我們在東南亞曾經希望 在越南種玉米運回台灣 因為泰國的玉米不這麼好 可是我們那次種的玉米 一下子北邊打過來 所以我們那年玉米整個沒有 我們曾經想在非洲種玉米 運輸費用泰國回不了台灣 我們就是要抵制美國人賣給我們玉米 可能漲價的威脅 另外我們曾經想在印尼 日本人也去了 那我曾經到日本的 Keyoto University 東南亞年舊眾生去 就是說他們也想種 可是他們覺得花棠口的錢太灰 台灣也穩激了 不能棠口的費用太灰 可是那裡種出來的玉米 可以運回台灣 另外菲律賓有個巴拉王島 是絕對沒有颱風的 我們也曾經想過的 就是您剛才說的運飛棍 運飛棍之後 我們那個巴拉王島 就不能去種玉 所以我們一直在台灣 都在考慮這些地方 能夠用的地方 所以我們也曾經去考察過 這個馬來西亞沙巴 沙巴是我們的 因為我們做物財工業的時候 整個物財是從沙巴進來的 所以我們也去看那裡 看那裡的水田要做直升機 因為它是一千公頃一千公頃的水田 所以要去看直升機 但這些都是不能 我覺得最後就是彭老師講到 也是馬爾薩斯的理論 最後一定要控制人口 一定要把人口控制 所以我現在對政府的這個 您剛才講到 我們至少要有二十年的看法 十年的看法 我正能告訴大家 一九八五年 趙耀東先生在做經監會主委的時候 我們是看兩千年 十五年的規劃 以後我就沒有看到 我現在一直就在擔心 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不講 十年該怎麼做 二十年該怎麼做 願景為什麼沒有 那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 我在屏東做校長的時候 工友問我 你怎麼好像什麼事情都不管 這個推給你 我通通奮誠負責完了 我看當時的屏東中 五年後 十年後 是一個什麼發展 大家現在看到品科大 我去做的是農專校長 我培養同仁 三十人進行 每年 七年 每年三十人出去進行 所以我一直對國家 剛才同學講說 最大的影響就是 為什麼台灣現在沒有這種揮護 郵兆賢任內行政院允許委員會 不曾開過任何一次會 對不對 我對著真正的糧素一樣 大家警覺但是不要恐慌 台灣吃水果絕對沒有問題 吃蔬菜絕對沒有問題 我們的蔬菜跟水果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假如你把糧食觀念想清楚 吃一小口飯 飯一定要吃 我也曾經 美國的小麥協會 要搶削我們小麥的時候 我拒絕做那個研究計劃 不過那個計劃是 郁潘先生做的 我當然到現在非常的悲哀 悲哀什麼呢 大家吃麵包 我早上吃飯 我到現在 就是說 米果這個事情 為什麼在台灣發展不起來 日本發展 我們台灣沒有 我一直想完找米香 我要吃那個爆米花 你看對不對 應該是做米把它變成爆米花 為什麼我們去吃薯條 去吃洋芋片 他說我們沒有爆米花 這是我們值得想要 就是我們的口味隨著它變了 台灣的現在小麥是 美國全消過來的 是給我們相當大的壓力 那我們大家覺得生活方便就改掉了 早晨本來吃蛋糕 台灣本來吃蛋糕 和那個杏仁茶 都叫著那個杏仁茶 我到現在我喜歡 所以大家就曉得 生活習慣少為大家有點改變 大概台灣是有糧食為止 不是最近 對吧 不要恐慌 就在今後的十年的考慮 不光是這個糧食啊 剩下來很多東西 都在 我在這個擔心有件事情 我在擔心有計劃 我們請大家都提出願景來 要求政府的官員 或者要求誰要搶 這證的人 告訴我 你施政步驟和十年的願景 二十年的願景 那我就這樣就好 謝謝